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PVG的Michael 今天是2017年的5月7号星期天 现在是早上的10点45分 那么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周末版视频宴报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这个 还没有这个watch list上面的这个指标 这些涨幅 涨跌幅都还没有刷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周五的时候 这是上个周五的这个交易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几个股指都是有不同程度这样的 比较大幅度的这样上涨 但其实如果你们说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把它换成一张一天一分钟的图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主要的涨幅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来我们现在是6点半开盘对不对 6点半开盘的这个位置 主要的涨幅其实来自于在这个盘尾 就是这个12点到1点钟 OK这个区间里面这个区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不如再把这个图再开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先把这个6点半对不对 6点半我们开盘开在哪里 6点半我们开盘大概是开在 29 30 30分 30分对不对 开盘开在这个地方 对吧 2390.5 然后 发生了什么 在这个11点钟的时候 你们看到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buy spike 这个地方对不对有一个buy spike OK 然后可以把这个volume这张图 把它展开一下 然后 这边 这里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明显 这个buy spike 跟这个 股指的这一波上涨开始 相对应 对吧 然后 股指就一路平稳平稳的这样子往上走 但其实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地方对不对 因为这是收盘之前 收盘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volume 会有一定的上涨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不正常的事情是什么 不正常的事情是 在这里 这是收盘前1点钟的这个位置 1点钟的这个位置 没什么问题对不对 OK 这个基本上走平了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1点钟之后 1点钟之后市场在干什么 因为看到1点钟之后市场从这个2396.5这个地方 对不对 直接从再往上走了大概是4个点左右 从这3个点吧 算3个点好了 再往上涨了3个点左右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OK 从这个1点 我们这1点15分 1点15分到这个1点半之间 它是每天的这个修盘15分钟 然后到这1点半的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170张 几百张 200张 945张 对不对 这样子一点点一点点这个volume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斜率 对不对 是往上走的 然后这种斜率的话 我们其实在一天的 就是说平 就是正常的时间段的这种trailing里面 我们都没有看见 如此程度的这样的上涨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这样子的 或者是说这样chop 对不对 但是这样子一路往上走 一点pullback都没有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减 那么话说回来 星期五的这个buy spike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OK 那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市场 他在星期五的时候缺乏liquidity 对不对 缺乏liquidity的话 那么当然这个价差之间就会拉得很大 大家要cover要走人 对吧 那么就必须买这个bit 那么买这个bit的话 那么就会把这个价格越推越高 越推越高 那么我就觉得应该这个市场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这个 一部分空头存在 那么只要有这部分空头存在的话 那么做空这个市场 就不会有太多的好果子吃 这边把这个换成是日线图 OK日线图 我们从日线图上面来看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图放好一点 OK 那么这是从这个16年开始到17年 17年对不对 16年开始到17年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16年到17年的话 就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16年 1月4号 OK 到这个17年的最后一天 大家可以看这个方框里面 大家可以看这个框里面 16年到17年的这个整体回报 是10.85% OK 大家可以看这个方框里面 10.85%的整体回报 对不对 那这个当然是比较粗略 OK 然后我们从17年开始吧 17年的1月3号 我们开盘开在这个地方 到现在 我们的这个年回报 到这个5月份 的第一个星期 是多少 呃 7.23% 7.23%的年回报 也就是说S&P 只要再往上走3% well 就可以媲美 16年的这10%的这样的一个return 对不对 OK 现在 让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我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 这是一个all time high 对不对 all time high 这个all time high是什么意思 这个ES上面的all time high 是在这个2397.75 OK 2397.75 这个all time high的话 是算上了这个extended hours 也就是说 呃 目前标普所在的这个位置 是我们有过的 最高最高最高的最高的地方 OK 就是前面这个all time high 都不算数 那么 按照一个就是说 一个很纯粹的这个技术分析 就是说 呃 从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个角度来说 那我们有个这样的一次 前高 对不对 这里有个这个前低 对吧 OK 那我们向上投影 那我们的这个 这两个目标分别在哪里 就是说我们这两个扩载位 这样子 这个扩载位 第一个目标 和他的第二个目标 到底在哪 第一个目标的话 2419.51 OK 也就是说这个 2420 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 ES到2420的话 那么 基本上是相当于 这个位置 对于你把这个 SMP 放在 2423 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位置 好吧 然后这个2447 2447 2447的ES 等于 就基本上是相当于 SPX 的一个 2450 的这个位置 OK 那么 这两个上面这两个位置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 非常非常有可能 星期一 咱们就会去测试 OK 那么周末的话 这个 Le Pen 这个 法国先举 对不对 没有什么 摇儿子发生的话 这个位置 我是觉得 去测试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大的 OK 往上走 走到这个位 走到这里 但是 走到这里之后 OK 我会有另外一种想法 就是说 我不会去看 上面这个地方 还有多少的 这个 Upside 可以往上走 但是我会认为 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 可以开始 怎么说呢 可以开始 就是短空 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在 做空这个市场 我现在手上面 唯一一个可以谈上 是做空这个市场的 就是一个long volatility OK long volatility 这样的一个 对于周一 这样的一个风险事件 这样的一个投机 这投机其实非常便宜 OK 因为我是用一个calendar 把它转成一个vertical 所以说 这个头寸的话 几乎 在SPX上面 几乎可以说是免费 OK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更远期里面 就是6月份 6月份的SPX里面 有一个Valbomb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转 我们不是在转 方向性的波动 我们是在转这个vega OK 是在转这个隐含波动率 往上走 这样的一个预期 因为现在的VIX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VIX 已经是在一个 非常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如果你把它expand 到20年的这样一个weekly 你看一下我们 在现在这个位置 我把一条线放在 我们这个最低这个点9.9 然后往左边走 你们可以看到20年里面 我们到底有多少次碰过这个9.9以下 对不对 虽然说14年之前的这个数据 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参考 因为14年的时候 CBO是换过VIX的这个计算方法的 但是 你们会从14年之后开始 我们是不是只有在这里 还有在这里 是在这个9.9以下 我跟你们说VIX是有底的 VIX的底就在10%左右 这就是它的底 因为标普不可能一直不动 而VIX是衡量波动率 隐含波动率至少是 对不对 那么既然你标普不可能不动 那么隐含波动率自然也不可能为0 隐含波动率为10的意思 隐含波动率为10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东西在252个交易日里面 OK 有可能会做出10%上或下的这样的一个波动 那么标普年回报大概是百分之11 12左右 对不对 那VIX的正常值应该是在11 12而不是应该在10 对吧 那VIX越低的话 那么意味着你的回报也就更小 当然就是说意味着你的风险也就更小 VIX在10.57这个位置就是说 现在目前以30天的时间往前看 OK 往未来看 30天 OK S&P有机会往上或往下走 10.57% 加10.57% 或者减10.57% OK 这是一个年化的数字 所以说在这边的话 我们要出一个252个交易日 然后开放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就是可以转成Expected Move 到底是什么 好吧 OK 那么现在这边我们已经搞清楚 VIX在第一位的意义 对不对 那我现在我觉得目前来说投机 用一个比较远一点的成本低一点的东西来投机VIX 回归到就是说 不要说多少吧 12 14 对不对 12%到14%的这个区间里面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做的 对不对 那该怎么做 那当然 现在 对于SPX上面来说 最好的方案 最好的方案 我觉得应该是等 等YES走到了 我说的这两个位置 OK 2419 也就是说SPX上面的这个23 2323 2423 这个位置 或者说2447 SPX的2450 这两个位置的时候 不妨在这里建立这个long calendar long calendar 这个long calendar的话 月份方面 我不会选太近 月份方面的话 我应该会选 现在是五月份 对不对 远月的话至少要去到July 远月至少要去到July 然后近月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是一个 每 就是第四周的 第四周的期选 例如说 July的话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我们不要走这个 不要走这个monthly 那我们走这个July 31st 这个weekly 那么在这边的话 如果说待会儿 我们到了这个 真的到了这个 24 例如说2425 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我们会买 那么我们会买 这个slightly out of the money 就是一点点加外 例如说2420 这个地方 2420这个地方的call OK 让我们走到这个近月 近月的话 我们首先的话 会看一下这个May 就是说5月份 5月份 5月份这一边 那么现在我们在5月8号 对不对 5月8号 那5月8号的话 我们往后面看一下 这个 不要走到monthly 所以说 走到这个weekly 17号 剩下10天的这个东西 咱们卖一个2400 对不对 这样子组成一个carnet spread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价格 OK 33.15 这个价格 就是说3315块 去做这样的一个carnet spread 你们可能会觉得很贵 但是你们只要想一想 我们这个10天的期权里面 对不对 10天的期权 咱们可以卖出多少 13块3的这个premium 13块3 对不对 然后你们想一想 我们现在买的这个 我们现在正要就是说这个订单里面 要想买的这个31天 这个7月31号 7月31号的这个期权 我们有85天的时间 85天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卖出13块钱 每10天 你可以卖出13块钱 然后我们的成本是33块 这个东西其实你就是说白了 你roll三次一个月之内 对不对 一个月内 你roll三次 每次roll13块 你就可以回本 对吧 后面赚的钱 基本上是白拿的 对不对 当然 这个东西不可能是一帆封顺 不可能是一帆封顺 不可能是一帆封顺 就是说让我们这样去roll roll的这么开心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我们是有一个 刚刚我们说的是2400put 跟你另外一个2400put 做一对 对不对 OK 如果你不想说2400put的话 那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做例如说 2375 可不可以 2375没问题 2375的话 两个都是价外 OK 两个都是价外 那我们来看一下2375好了 2375 7月31号 7月31号的2375 OK 咱们要买这个东西 那买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走到这个5月 实际上10天的weekly 卖一个2375 对不对 3100块 31块钱 对不对 3100块 3100块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每10天 咱们可以卖6块8出来 对不对 那6块8其实不少 对不对 那你只要股指说iv 对不对 往上走 或者说 它这个价格 对不对 价格spx 往下走 就往上走完之后再往下走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 OK 这样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把这头再放上去 当做是一个hedge 在你做多别的股票的时候 那么你信心也可能会比较租 好不好 那么把它当成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个向下的一个投机 因为目前来说市场还是非常非常的强 直到在这两个 直到可能是到了这个地方之前 我都不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向下的这样一个bearish的预期 好吧 那么在这周里面 我会尝试一点新的东西 在这个周末眼报里面 尝试点新的东西 什么是新的东西 在周末眼报里面 每周下 从现在开始 下每周的这个周末眼报 我会对4个市场 OK 做出一个判断 好不好 那并就是说 提供一个交易的建议 那么我们的这个成绩 那会在这个每周 就是下一周的这个周末眼报里面 那我们来点评 就是说上一周咱们做这个 这个预测分析 有哪是靠谱 有哪些不靠谱 不靠谱的原因在哪里 不靠谱的原因在哪里 对不对 是交易策略的问题 还是这个交易逻辑 或者是什么别的其他的问题 导致我们没有能赚钱或亏钱这样子 那么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事情 所以就是说 第一个咱们会从原油上面来看 原油 OK 第二个是这个国债 十年期和三十年期 第三个标普 好吧 或许以后会再加上黄金 但是这一周的话 并没有准备黄金上面的这个话题 所以说这周的话 就先不讲黄金 那么这周的话 我们咱们会讲原油 这个国债还有标普 那么首先的话咱们来讲原油 对于这个信息披露方面 我个人持有原油的多头 但是我的多头是通过一个short put 就是卖了原油的put 上面这样子来实现了这样一个多头 并不是直接去做多原油的合约 那么原油这边的话 咱们可以看见 从这个 先把这边这样两个level打开 从这个 4月26号方面 咱们就是一路下跌 跌到这个5月5号 就是说盘前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 就是反弹 咱们看一下原油这个 五天里面的这个 OK extended hour开了 那么你们可以看得见的就是 咱们原油 在最低点的时候 下去过4376 然后在星期五的时候 收回来到这个 46.5附近这个位置 对不对 OK 那么下一周 我在看的东西就是 47 47的这个位置 47到47.74 是中间的这一段位置 我会在这里去卖一个 sell 原油的这个49 call 那么卖原油这个49 call的话呢 我会在 这个地方 原油的这个期货合约上面 选择这个6月份的这个期权链 还有10天的时间 我会选择在这里卖一个 这个49的call 当然现在原油的话 它没有 它的option pit 没有开 所以说到这个报价是不准的 但是我会在原油到达 价格到达47的时候 去卖一个这个49的call OK 剩下10天的时间 好不好 这是本周对于原油方面 我建议的一个交易 那么如果你不能交易原油期货 你只能交易什么USO 或者是说其他一些什么DWT 或者是UWT这样的一些三倍ETF的话 我劝你 就不要去碰原油这个市场 好不好 原油这个市场除了交易原油期货 还有期货上面的期权之外 别的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品种 值得你去交易 OK 另外一个话 就可能是ICE交易所里面的布油 但是在美国市场里面WTI 这个西德州亲自原油的话 还是最主力的一个合员 OK 另外的话 然后咱们来看第二个市场 第二个市场的话就是国债 10年期国债 还有这个30年期国债 ZN还有ZB 现在ZN的话 我觉得本周 它往上走的这个概率 不会很大 OK 往上走的这个概率不会很大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现在我们来看 从这个位置 早上先从这个低点 到这个高点往上走 对不对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个1618的extension 对吧 正好从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 1618的extension马上碰到 或者说你可以说这个高点 我看到这个高点 这里是125265 125260 所以这个高点没有问题 那到这个低点 然后你看 这个位置 黄金分割 这个扩载位 马上碰到了 碰到了之后 我们有了 马上有了 一次反弹 对不对 马上有了一次反弹 那这次反弹的性质是什么 首先往上 先把这个 线 段 改成黄色 改成黄色的话 意思就是说 这个扩载位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要看回撤位 回撤位在哪 从高点到低点 像我们已经碰到这50%的这个回撤 已经碰到这0.5%这个回撤 下一个level就是61.8的这个回撤 也就是说这个125145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认为 国债在进入这个区间之后 在进入这个区间之后 或许可以尝试一个小空 ok 这个 这一片 这一片位置 然后用红色 来代表 这是一个阻力区间 好不好 这样子 这个位置 125 110还有125145 所以说在这边的话 我的trade是什么 我的trade 就是 在到达这个125145 或这个125 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会 在这里 直接卖空 zn 这个合约 ok short level 那我的止损在哪 我的止损是在 这个位置 ok 这里的话 125 呃 这个是 125265吧 对 125265 就是我们的 stop 在这个位置 ok stop 125265 这里是entry 这两个是entry 好不好 entry之后呢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 呃去test这个前低 也就是说这个124265的这个位置 好不好 那么这个这个地方 呃或是说更低一点 如果说它真的是到了我这个projection 这样子走的话 ok 如果它真的是这样子走的话 我们的extension 在这个12415 或者是说这个124220的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可以到 这些地方来选择cover 我们的这个头寸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国债上面的这个算法 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有点不明白 国债上面 ZN上面是这个六十四分之一 为步进 每个步进是15块 呃 15块 算了15块7吧 ok15块7 那么呃 当然其实不是15块7吗 是15块725啊 这这个是呃 国债31.25的这个呃一半 好吧 那么然后这里 这个145到165 这个呃 这个145到这个265 这这一边的话 这个145的话 是这个12个tick 12个tick 呃 12个fulltick 一个fulltick 31块2毛5 ok 那么所以说呢 这边的话我们的risk 是呃 375 块钱 the risk 你在这个125 145这个地方 enter 然后这个125 265这个地方 这样子呃 在这个地方止损的话 375块钱的风险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利润程度的话 如果说你从这里enter 然后你在 前低这个地方cover的话 那么这里是这个265-145的话 那么等于呃 呃 不好意思 这里的话 呃 哦 没有没有错 没有错 然后这边的话265-145 这里首先是14个tick 到12500 然后 呃 再下去26的话 这是另外的 呃 6个tick 所以说是20个tick 20个tick的利润 31块2毛5的这个tick value 就是说 往下走 这一边你可以拿到 大概是625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利润 所以说这稍稍的话就是差不多 呃 1比1多一点 OK 这样的一个risk reward 那么当然你再继续往下走的话 呃 你有更多的这个可以选择 好不好 那如果你不能交易国在期货的话 你会选择用tlt 用tlt来交易 那用tlt来交易的话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move 到底是多大的一个move 对不对 这个move的话其实并不会很大 所以说从这边你可以从这里选择 12 这里是12507 这里叫125 14 所以说在tlt上面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在12天 或者是5天 这个就很冒险了 5天这个就很冒险了 12天这个地方吧 我觉得你去卖一个 例如说这个122 还有这个124 这样的一个call spread 这个是sell call spread ok sell call spread 那么这个call spread的话 你是想要这个tlt 保持在122.48以下 ok 保持在122.48以下 那现在我们是在121.29 如果这个市场上面 就没什么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 没什么风险的话 国债应该是不会 再继续大幅的上扬 ok 那么在这边的话 不到122.48 你们都可以就是吃到 这里面的这个时间价值 这样的一个theta decay 那这边的话 你需要缴纳大概是200块钱的保证金 去做这样的一笔交易 然后这里面的话 你的收益最大的收益是48块钱 也就是说 这么算起来的话 你的收益大概是百分之四分之一 大概是在25%左右 你的这个return on capital 或者是return on investment 好不好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这个 十年期国债 30年期国债的话 并没有什么好说的 30年期国债的话 这个technical走的跟十年期国债差不太多 所以说这周的话主要重心 还是放在十年期国债上面 30年期国债 做一做day trade 没有问题 ok day trade sell rallies 就是往上走 sell rally 好不好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spx 对不对 spx 那么这边的话 在这张图上面加了一些新的小玩意 这新的小玩意都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expected move 那么上一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expected move 在这里 2394 2375 对不对 然后2401 2368 然后2405 2364 那么上一周标普直接关在了这里 对不对 那没有问题 expected move 并没有被打穿 那么这一周的话 我也不会认为expected move 会被打穿 好不好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本周的expected move 非常非常的宽 现在我们在2399 我们expected move 到了这个2430 也就是说大概是有31个点 31个点的expected move 到这个周五 好不好 这个三个三个线 分别是这个周一周三还有周五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把这张图截下来 对不对 然后放在你自己的这个文件里面 就是看标普如果说到了这些个位置 OK 这就是go long的时候 OK 如果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intraday go short 没有问题 好不好 我的猜想是 我的猜想是 我的猜想是标普 OK 现在目前的话 它已经是在这个附近 已经是在这个resistance prior resistance附近 好不好 再跑多一点点 OK 在这个法国大选成这个 结果出来 再跑上去一点点 然后 往下走 move down OK 在这个move down的时候 上周的这个2379 这个位置 就会非常非常的关键 OK 2379这个位置 会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位置 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2379这一边 然后再来考虑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 好不好 然后 现在标普上面的trade是什么 标普上面对于本周的trade OK 我觉得完全可以做一个iron butterfly iron butterfly怎么样做 OK 在这个周五的时候 对不对 周五的时候5月12号 周五 iron butterfly 把这个center strike 放在2400 就是说你会卖一个2400 call 卖一个2400 put OK 然后 你去走 25点宽 25点宽 2400往下走25点宽的话 到这个2375 然后2400往上走25点宽的话 我们到这个2425 这个地方去买保护 那么总共 一共 是 25点宽 2500 2500块钱的保护金 减去你收到的 这个14.25 OK 你另外还需要交交大概是 交个大概1000 1000 1000块钱左右吧 OK 咱们就把它算 拿1000块钱来算 那么这样子的话 大概是挺不错的一个risk reward 另外一个trade 你可以做的就是expective move 外面的一个iron condor OK expective move 外面的iron condor的话 你 因为现在这个数字是 星期五收盘 对不对 你最早能够执行这笔交易 也得到这个星期一的早上 那么所以说你就看星期一的早上 expective move在哪里 然后卖一个standard deviation之外 例如说星期一它涨到了2410 对不对 expective move在20点 那你就2430 你就可以去卖2430 例如说2330 对不对 然后你去买一个2340 然后你就在下面这个 一样的话走一个expective move 好吧 但是标普的话 这一周我的预期 OK 是early in the week rally 然后mid week deep 然后总体来说 这一周不会走到哪里去 这就是我对标普的预期 好了 那么这一周的话 基本上开发了一些新内容 对不对 三个板块 三个trade 那么以后的话会加入黄金 或者是美元欧元等等 这些trade 那么希望的话对大家有帮助 那么这个trade 当然就像以往一样 并不是作为任何的建议 对不对 只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市场 在这样的一个预期 以及在这个预期里面 我会怎么样去做这些交易 来博取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这个风险会爆 好 那么这一周就先到这里吧 今天的这个视频延报 那么明天 下周的话 live交易室等着你们 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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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